這輩子想認識的人很多 但是有一個人真的很想要見到他 看到他如山正面目 到底這個人長什麼樣 也就是陳美竹 安妮姐妳好 那麼陳美竹是什麼樣子的人物呢 會讓我這麼有興趣認識 就是因為其實大部分人都說要環遊世界 然後我們都受一個書跟一個電影的影響叫做 環遊世界80天 然後呢我問我的朋友大部分人都要環遊世界 但是我們都是看菜單的人 了解我意思 對 看菜單的人 像我再怎麼忙 每個月寄來這本刊物一定從頭翻到尾 你知道嗎 我以前我以前就是很忙 就真的不是說沒有錢去旅行 是因為時間 因為覺得盡責任 因為認為說有更重要的是一種 我是每次旅展都去 然後就吃娘的豆腐 另外一個就是會去撿 然後報紙上面那個 去哪裡去哪裡多少錢 我總覺得說我會去比較 我總覺得我說哪一天會誰 那這樣也出頭了蠻久的 也就是說 我這種人是看菜單型的人 沒有 可是陳美竹他是真的就點菜了 你在幾歲的時候 真的就按照環遊世界80天的那個行程走了一圈 嗯 29歲 29歲 你可以告訴我那是為什麼跟如何 沒有 其實我也是跟一般的台灣的年輕人一樣走一樣的成長過激 一直升學然後來出來工作 所以你不是反正經濟湯匙出生說錢很多可以旅行的 完全不是 對 不過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契機吧 應該就是說我在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 可以請教什麼性質的工作 我一直做跟行銷有關的工作 然後從網路公司然後做到一根旅遊相關的旅遊網站 旅遊業還有飯店這樣子 對 那我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 剛好那時候有一個契機吧 就是台灣爆發一個 九四以來最大的傳染病流行 SARS 好那所以其實SARS也是一個提醒 因為每天看電視就會看到很多的報導 然後 你在那本 你成名的那本書 嗯 對 裡面有提到這個嗎 有 有提到 有 然後但是重點其實是 它是一個契機啦 然後另外就是我其實從很小的時候就有這個夢想 然後我小時候看的第一本故事書就是 《網遊世界80天》 那是什麼樣的版本 是童話故事版的 有很多支版 圖片 那我小時候一直覺得 有注意符號啊 然後有一些很漂亮的圖片 欸 那現在這個版本的書 一定市面上還有嗎 對不對 應該有 我有一本 我覺得那很多父母 與其給小孩子十萬個 為什麼 應該也要給一本這個東西 對啊 你看這這麼小的年紀 你要小心它以後 以後會就是 就會變得像我這麼愛跑 可是拿出辦法來OK的嘛 對啊 我覺得人都是走一趟嘛 最後全部都不是會去到一個同樣的地方嗎 對 那中間你去的地方不一樣 不是這才是西西嗎 是啊是啊 那我小時候看了那本書以後 我一直覺得那是一個真的 那是幾歲 那是幾歲 大約就剛開始會試字的時候吧 所以大概 我還差不多國小 我想到一年級的時候 所以你認識字的速度一定會很快 因為你太想要了解人家怎麼樣玩一拳 對 我覺得我們家長都是給我們這樣環境 好 那因為看這個書的有這種想法 有被種這個種子的人很多 對 對 那你是以訊銀行馬就是發生了一個事情 對那但是在那之前 其實我已經有很多過很多次練習的機會 因為我自己從工作然後在工作換工作空檔 我會盡量安排去旅行 那我記得我有一次最大的 遊牧竹 我跟妳講老闆最頭痛妳們這種人 沒有沒有沒有 我會先談好下一個工作 然後再跟老闆說那我最晚可以什麼時候上班 聰明聰明 這個是中間空檔 那就曾經有一次就是 就是有50天歐洲旅行的經驗這樣子 喔 所以那50天就只是在歐洲喔 對對對 然後就自助旅行的經驗 那妳換工作了 那等於前面一段時間 存的錢大概也要花掉了 嗯 對 但是妳願意這麼做 對 其實那時候真的是很想看這個世界 等一下 我必須釐清一點事情 是 有的人是為了要旅行 所以跟老闆講說我要請假 然後老闆不答應說 那我就辭職 其實我有很多主管型的朋友 他們對這很多通 妳不是是因為妳本來就要離職 然後妳又找到新的工作 我應該說我其實在都互相 因為其實我在那之前先去旅行了一段時間 然後後來其實我覺得重點是在於說 我真正決定要環遊世界的時候 沒有一個工作可以讓我 幫助妳 可以 那麼久才回來這樣子 對 然後所以後來那時候是真的是 最後一次是忍痛递出職場 但在那之前其實都是利用換工作的空檔 那一共有過幾次 兩三次 那有在亞洲比較短的經驗 第一次 第一次是去的哪裡 日本然後另外去建普賽 建普賽這個選擇很特別 對 第三次就真的是五十幾次去歐洲 我覺得歐洲是一個非常大的磁鐵 對對對 如果你這輩子只有一次出國機會 我都更加想要去歐洲 但是大部分都去不太多跟東南亞 對對對 那我也是因為朋友的鼓勵 那我後來一做功課發現 其實歐洲國家跟國家的移動其實非常容易 坐兩個小時的火車Eurostar就到 從倫敦就到巴黎 所以我本來要去一個國家 然後要去十天左右 結果後來一做功課發現 為什麼我花一張機票不玩久一點 就是正確 環球世界的概念其實是為了環抱嘛 對 所以到後來你那個真的鼓起勇氣 是因為 第一個講說是因為SARS SARS對你工作的影響是 因為我那時候是在飯店 擔任行銷經理的工作 那SARS讓我突然變得比較困難 因為我之前飯店是在花蓮的 五星級的飯店嘛 我知道 對 那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其實那時候是很忙的 其實自己職業在工作 可是SARS突然讓我的節奏放慢了 嗯 然後還有就是SARS 有很多媒體會報導 很多人會突然染SARS走了 所以會有一種感嘆就是 人生苦短且無常 所以想要做什麼要趕快去做 對 那因為這種刺激 所以在SARS之後 那就是整個 就是那時候其實計畫了很久 有自己的這個願望 像是在30歲之前去環球旅行 所以在SARS之後 自己知道時間比較差不多 所以這是天時地利 對對對 所以我就那個環境 那時候就地初辭職 就去做這件事情 你地初辭職也是因為SARS 變成那個業務很清淡 對 因為那段時間大家都不出來 對 不要說你我告訴你 演講黨也cancel完 我們一樣的都是受到過期 OK 對對對 那在這種狀況是這樣 可是你真的是財力很雄厚嗎 當然不是啊 當然不是啊 其實那時候口袋裡面的錢 其實還蠻有限的 真的 那怎麼要完成型的呢 對 那是因為有這個想法吧 我覺得其實 不管什麼夢想 都要設定一個時間點 因為我覺得那時候其實很單純 就是我希望在30歲之前 完成環球時間 這句話是什麼時候冒出來的 在做這樣的規劃的時候吧 那也許是 那幾歲 就28、29的時候 就是因為你感覺到 30這個關頭到了 對對對 那也許想要做什麼 有一股力量吧 然後 對 所以要成就一件事情 陳美竹示範了一個實際的例行 你先不要去想困難在哪裡 對 你就設定了一個目標點 對 就像我跟任何一個人談生意 我都說時間點寫出來 對 不管約事情還是說我們的目標 我們可以去修成 可是沒有時間點出來的話 通常這個事情不會實現 但是 真的是這樣子 對 那我覺得因為講出來這句話 那我又是愛面子的獅子座 所以 我覺得一定要把它完成 所以 那時間表就很清楚 什麼時候以前一定要訂完機票 什麼時候辦完簽證 什麼時候出發才來得及完成 所以 我覺得任何夢想都要有一個時間表 時間表 因為永遠不可能準備 環遊世界的第一步 就是 你不需要有財力 但是要先訂出時間 對 那你怎麼去克服 你現在時間有了嗎 現在怎麼克服財務 財務的部分 其實我那時候原本 希望一起去旅行的 是我一個最好的朋友 女生的朋友 對 那我們兩個講著這個夢想 講了一年這樣 那結果 我一直以為他會跟我去 可是到快要出發前五十幾天 他突然放我哥子 前十幾天喔 五十幾天 五十幾天喔 那我後來知道 其實是我自己也有點一頭熱 對那方面的我以為 我很熱 然後常常半夜打電話跟他講說 欸還可以拍哪裡哪裡哪裡 就是我覺得其實 他就很硬 你誤以為這個就是他也要去 對 其實是很熱衷啊 但是我不知道他那時候的情況 他其實覺得 他自己不想要去做這麼大的入行 這樣 對 那當然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他到最後他真的不行了 他告訴我說 他才沒辦法去 對 那我覺得很失落 你那個機票都訂了嗎 已經 還沒有 但是我籌畫了快一年了 了解 就整個期待的重心都在這裡 對 那時候我從一開始籌畫的時候 就告訴我妹妹這個計畫 那我妹也很興奮 就一直在旁邊 就是很興奮 然後就說 你再把我放在皮箱裡一起帶去啊 什麼的 可是開玩笑講 他並沒有說他要真的跟你去 對 因為他才剛畢業 那他也沒有任何的財力 哦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其實 他就在旁邊 做我的助手 然後包括說我想要說服我媽媽的時候 他在旁邊 幫你敲編布 對打電腦 然後敲個編布 說哎這樣很好啊這樣子 對 那所以其實到後來沒想到我朋友不去了 那我第一個想到就是說 我妹妹